在众人跪倒在某羊的水秀和白衬衫之下疯狂填平倒地不起之事 本报立志要做其中的一股泥石流 申发一下那青年此羊热衷于打广告的特殊品号 据相关数据统计 从7月18日至8月17日 近一个月的时间内该羊共发博8条 其中有6条半是在打广告 包括某网剧某APP队友以及快本 剩下的那半条归功于两张自拍 暂时迷惑了小编色令直昏 且放过他不纳入统计 这6.5条广告打得绝不重样 走心走脸走表情 花样摆出甚至为打广告不惜贡献上自己的盛世美颜和锁骨 范围之广时间之即时 可谓是一位资深广告人 这是一个非常自信的boy 身性自家肥鹤 头可断血可流 饭绝不会脱 虽然迷惑从一开始的热情捧潮 发展到了 臣妾领域 纵观近日 无数迷媚疯狂行进 红光之力奔涌而出 他赢了 最后 凌晨标志图在8月17日的烈日下曝光出来 四张照片就看到了这哥们儿一个半的脸 本报对此后少小不说话了 老鹤们对本次发布唯一满意之处就是那辆没有后头的车了 希望这个boy能答应粉丝反个图吧 就像何尔康 他也此为那样 要求不高 九张九号 如有更多 请私信比比特官方微博 一周报的百度云永远为您打开 比比特报道 嗯 真棒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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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